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人生变得简单一点 这不仅是一种生活哲学 更是一种能够改变你整个人生态度的方法 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个话题的各个方面 让你明白如何通过接受命运 顺势而行 来让生活变得更轻松 更有意义 如果你感兴趣 请记得点赞和订阅 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精彩内容 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旅程吧 在人生旅途中 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 这些事情看似超出了我们的掌控 让我们不禁开始思考 什么是命运 为什么有些事情 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 对于这样的现象 胡王今来的哲学家 思想家和宗教信仰都给予了深刻的解释 而这些解释 也逐渐塑造了我们对命运的理解 命运 这个词汇在不同的文化中 都有不同的表达方式 但大多数都认为它是一种无法改变的力量 例如 在古希腊神话中 命运女神摩伊赖斯 掌控住每个人的生命线 从出生到死亡 无论是亡者还是平民 皆逃不过命运的安排 这样的观念让人们相信 无论个人多么努力 终究无法改变既定的命运 这种命运观不仅深植于古希腊文化之中 也影响了后世许多西方哲学的发展 与此同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 命运被视为天命的一部分 常常被形容为命由天定 这种观念认为 人的一生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被上天安排妥当 无论是富贵还是贫贱 都取决于天命 这种思想在一经老子 论语等古代经典中有所体现 并成为了中国古代社会的 一种主流信仰 古人常说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正是对这种不可抗拒命运的表达 然而 这是否意味着 我们只能被动地 接受命运的摆布 事实上 对于命运的理解 还可以更加深刻 虽然命运在某些方面 确实具有不可抗性 但这并不意味着 我们在面对命运时 应该完全放弃努力 相反 理解命运的不可抗性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认识 和应对人生中的挑战 从而在生活中 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 首先 我们需要认识到 命运的不可抗性 主要来自于 那些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 这些因素 包括我们的出生背景 成长环境 甚至是整个社会的发展走向等 这些外部因素 塑造了我们的生活 但我们无法选择或改变它们 这时 顺势而行的智慧 就显得尤为重要 顺势而行 并不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 而是一种更加积极和理性的选择 在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 我们可以选择接受现实 并在这个基础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这种选择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智慧和勇气 因为接受命运并不意味着放弃努力 而是要学会在有限的条件下发挥最大的潜能 这种智慧体现在我们对生活的态度上 例如 当我们遇到不可抗拒的困难时 我们可以选择怨天尤人 也可以选择理智地面对现实 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 这种选择的不同 往往决定了我们人生的质量 如果我们能够顺应命运 并在此基础上积极行动 那么即使面对困难 我们也能够从中获得成长 最终实现自己的价值 此外 理解命运的不可抗性 还能帮助我们减少生活中的焦虑和压力 许多时候 我们的痛苦来自于对无法改变的事情过度执着 而这种执着往往是无谓的 通过接受命运 我们可以释放这些不必要的压力 从而让自己变得更加轻松自在 在这样的心态下 我们才能真正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 无论好坏 皆能坦然面对 在我们的人生旅途中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 总会遇到一些难以改变的现实 这些现实可能是来自于 我们无法控制的外部环境 也可能是我们个人无法抗拒的内在局限 在这样的情况下 顺势而行显得尤为重要 然而 顺势而行并不是消极的接受命运 而是一种智慧的体现 顺势而行这个概念 从表面上看似乎与随波逐流相似 但实际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顺势而行强调的是在了解现实情况的基础上 做出理性的选择 并利用现有的条件来达成目标 这种智慧源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 以及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识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 顺势而行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例如 道家提倡的无为而至就是一种顺应自然规律的生活态度 这并不意味着放弃行动 而是要求人们在行动中尊重自然法则 避免过度干涉和违反自然的节奏 这种思想延伸到人生哲学中 就是要求我们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时 采取适应而非对抗的态度 这种智慧还表现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 在现代社会中 人际关系往往非常复杂 许多冲突和摩擦的根源在于我们试图改变他人 或是抢求某些结果 而顺势而行则要求我们接受他人的特质和局限 并在此基础上寻求和谐相处的方式 这种态度不仅能减少冲突 也能促进更深层次的理解和合作 另外 顺势而行的智慧还体现在我们对目标和理想的追求上 每个人都希望达成自己设定的目标 但现实往往不会按照我们的计划发展 在这种情况下 顺势而行要求我们在目标受阻时 能够灵活调整策略 甚至在必要时改变方向 这种灵活性使我们能够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 保持前进的动力 而不至于陷入绝望和挫败感 在当今这个节奏飞快的时代 生活的复杂性似乎无处不在 从工作压力到社交媒体的无限资讯 再到日常生活中的琐碎事物 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干扰和挑战 这些复杂性不仅耗费了我们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还会带来深层次的焦虑和不安 因此简化生活已经成为现代人保持心灵平衡和获得内心平静的重要途径 生活的复杂性往往来自于我们对物质 资讯和社交的过度依赖 我们习惯于追求更多的财富 更高的社会地位 以及更多的资讯来源 却很少停下来思考这些追求 是否真的能带来我们所渴望的快乐和满足 这种无止境的追求最终导致了我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 而我们却陷入了不必要的困扰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 简化生活成为了一种必要的选择 通过减少物质欲望 我们可以减轻财物压力 从而释放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关注真正重要的事物 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提高生活质量 还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自己内心的需求 从而过上更有意义的生活 同时简化生活也意味着我们要学会过炉无用的信息 在这个资讯过载的时代 我们每天都会被大量的信息所包围 这些信息大多数对我们的生活并无太大帮助 甚至会对我们的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学会简化信息源 专注于对自己真正有价值的资讯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焦虑 提升专注力 社交也是生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过度的社交往往会让我们感到疲惫和空虚 当我们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意义的社交活动中时 真正值得珍惜的关系反而会被忽略 因此简化社交生活 专注于少数身后的关系 将有助于我们建立更真诚和有意义的人际联系 简化生活的另一个层面在于精神层面的简化 当我们被生活中的种种困扰所困时 很容易失去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 通过简化我们的心灵世界 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念和欲望 我们可以更好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 并且在内心保持一份宁静 人生充满了变化和不确定性 这是我们无法逃避的现实 无论是个人的生活环境 职业发展还是社会的大环境 变化总是在不断发生 有时这些变化可能会带来不安和焦虑 因为人力天性中对稳定和可预见性的需求 往往使我们对未知的未来感到恐惧 然而 接受变化与不确定性 不仅是人生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也是成长和成熟的重要环节 变化是自然界的基本法则 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在自然界中 四季的交替 动植物的繁衍 地质的变迁 无不体现了变化的不可抗拒性 同样的 在人类社会中 技术的进步 文化的演变 以及政治经济的变动 也使得我们的生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 无论我们多么渴望保持现状 这些变化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 接受变化的智慧在于认识到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 变化都会发生 试图抵抗变化 往往只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和痛苦 相反 接受变化则可以让我们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时 保持内心的平静和信心 这种接受并不是被动的妥协 而是对生命本质的一种深刻理解 是在面对变化时的一种积极应对方式 不确定性是变化的伴随物 许多变化带来的结果往往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正因为如此 不确定性经常成为焦虑和恐惧的来源 人们通常会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不安 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无法完全掌控生活的走向 然而 生活的真相之一就是我们从来无法完全掌控一切 不确定性既是挑战 也是机遇它迫使我们去探索新的可能性 学习新的技能 并在困境中寻找出路 历史告诉我们 许多伟大的发明和发现 往往是在面对不确定性和挑战时诞生的 从科学的突破到艺术的创作 不确定性常常是创新和变革的催化剂 当我们能够接受不确定性 并将其视为探索和成长的机会 我们就能在生活中找到新的可能性 并且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灵活性和适应性 接受变化与不确定性 还需要我们具备一定的耐心和韧性 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 很多事情往往需要时间来显现出 它们的真正意义和价值 这种耐心不仅有助于我们 在变化面前保持冷静 还能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 不至于过早放弃或陷入绝望 任性则使我们能够在变化和不确定性中 坚持自己的目标 并在逆境中找到前进的力量 此外 接受变化与不确定性 还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放下对控制的执着 许多时候 我们之所以感到焦虑和痛苦 是因为我们试图掌控那些无法掌控的事物 而当我们学会放下这种执着 接受生活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 我们会发现 生活其实变得更加轻松和自在 这种放下并不是对现实的逃避 而是对生活的顺应 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到的内心平衡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不可避免的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 这些挑战可能来自于外部环境的压力 如工作上的困难 家庭中的矛盾 社会的变迁等 也可能来自于内在的挣扎 如自我怀疑 情感的波动 价值观的冲突等 面对这些挑战 我们往往会感到无助 混货 甚至有时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克服它们 然而 在这样的时刻 运用顺势而行的智慧来应对挑战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驾驭人生的风浪 挑战的本质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当我们面对一个未知的挑战时 最初的反应往往是恐惧和逃避 这种反应源自于我们对未来的无法掌控 因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是否具备足够的能力和资源来解决问题 然而 正如我们之前所探讨的 顺势而行并不意味着消极的接受 而是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 是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和理性的选择 顺势而行的智慧告诉我们 在面对挑战时 应该首先等静下来 接受挑战的存在 这种接受不是对挑战的屈服 而是对现实的认可 通过认可挑战的存在 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到挑战的本质 并开始思考如何在现有条件下 寻找到最适合的应对策略 挑战常常是我们成长的催化剂 人生中的许多重要转折点 往往都伴随着挑战的出现 这些挑战迫使我们走出舒适区 去面对自己从未遇到过的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能会感到不安 甚至会经历失败 然而正是在这些经历中 我们学会了新的技能 增强了自我认识 并且逐渐积累了应对未来挑战的经验和智慧 挑战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它往往来的突然 让人措手不及 在这样的时刻 我们容易陷入焦虑和迷茫 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 这时顺势而行的智慧 会再次显得尤为重要 它提醒我们 无论挑战多么巨大 只要我们能够保持冷静 顺应现实的变化 找到最佳的应对方式 就一定能够度过难关 顺势而行 还意味着我们要学会 接受自己的局限性 在面对挑战时 我们往往希望 自己能够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 但现实并非总是如此 有时候 我们可能需要承认 自己无法独自应对挑战 这并不是失败的象征 而是对自身能力的清醒认识 这种认识 能够帮助我们 更好地利用外部资源 寻求他人的帮助 从而在挑战中 找到新的出路 挑战也是对我们价值观 和信念的考验 在顺势而行的过程中 我们需要不断解释 和调整自己的价值观 确保他们能够帮助我们 在面对挑战时 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种价值观的调整 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在不断的实践中 逐渐形成和巩固的 通过这种调整 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挑战 并在这个过程中 实现自我超越 最后 顺势而行的智慧 还告诉我们 挑战不仅仅是 人生中的困难和障碍 它们同时也是 给予的来源 在许多时候 挑战迫使我们 去探索新的领域 尝试新的事物 这些新的尝试 往往会为我们 带来意想不到的收获 因此 在面对挑战时 我们应该保持一颗 开放的心态 不仅要看到挑战的困难 还要看到其中蕴含的机遇 在我们的生活中 无论我们多么努力 去控制和规划 有时候我们还是会发现 自己陷入了 无法改变的困境中 这些情况 可能来自外部世界的 巨大变化 比如突如其来的灾难 经济危机 或者个人生活中的 重大变故 比如亲人的离世 意外的疾病等等 面对这些无法掌控的局面 我们如何能够在内心 找到一份平静呢 首先 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会对 无法改变的事情 感到如此不安 这种不安感的来源 究竟是什么 也许 这正是因为我们习惯了 对生活的掌控感 习惯了通过努力 去实现目标 而当这种掌控感被剥夺时 我们内心便会产生 一种无力感 随之而来的是焦虑 恐惧和失落 然而 人生是否真的需要 对一切都保持完全的掌控 才能感到平静和满足呢 在这个充满变数的世界中 内心的平静 似乎成为了一种奢侈品 社会的快速发展 信息的过载 竞争的加剧 无不再挑战住 我们内心的稳定性 那么 我们该如何在这样的环境中 保持内心的平静 是否有可能在面对无法改变的现实时 依然保持心如止水呢 内心的平静并不是来自外部环境的稳定 而更多的取决于我们对世界的理解和对自我的认识 当我们对不可改变的事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时 我们是否能够减少那些不必要的内心波动 这种理解包括对人生无常的接受 以及对自我能力和局限的清晰认识 不妨问问自己 在过去的人生经历中 有多少次因为无法改变的事情 而感到痛苦和挣扎 这些痛苦最终是如何被化解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我们是否逐渐学会了 在某些情况下不再过度焦虑 而是以更从容的态度去面对现实 这种从容是否来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转变 来自于我们对生活的一种更深层次的体会 另外 内心的平静是否也与我们的期待有关 当我们的期待越高 对生活的要求越多 是否也意味着我们越容易感到不安 反过来说 当我们降低了对外部世界的过度期待 转而专注于当下的生活 是否就能更容易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们常说心平气和 这个成语是否在提醒我们 内心的平静其实并不需要依赖外在的条件 而是来自于我们内心深处的和谐 这种和谐不是对现实的盲目乐观 也不是对困境的逃避 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 一种对自我与世界关系的动场 当我们能够在不可抗的情况下找到内心的平静 我们是否也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挑战 这种平静是否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力量 让我们在风雨中依然能够保持方向感和目标感 在人生的长河中 困难和挑战无时不在 无处不有 无论是来自于外部的环境压力 还是内心深处的情感纠葛 这些困难和挑战 无一不考验住我们的意志和智慧 然而 与其把困难视为人生中的绊脚石 为何不尝试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它们 也许 这些困难和挑战正是命运赐予我们的成长契机 首先 我们需要反思一个问题 为什么困难会让我们感到痛苦 这种痛苦是否源于我们对现实的不满 还是对自己无力改变现状的无奈 当困难将临时 我们的第一反应往往是逃避 因为困难意味着挑战 意味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应对 但是否所有的困难都应该被视为负担 是否有可能这些困难 其实是命运给我们的一种特殊礼物 一种帮助我们成长和突破自我的机会 在我们的生活经验中 困难往往伴随着痛苦 但这种痛苦是否也是一种学习的过程 当我们回顾过去的那些困难时刻 有多少次我们在度过困难后 感受到了一种深深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这种感觉是否来自于 我们克服了那些看似无法战胜的挑战 从而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价值 困难也许并非总是坏事 他们有时候甚至可能是我们自我提升的催化剂 一些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曾经提到 只有在困难和挑战中 人才能够真正认识到自己的潜力 并从中获得内心的成长 那么我们是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待命运中的困难 如果困难是命运的安排 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在这些困难中寻找到成长的机会 此外困难还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人生价值 当我们面对一个巨大的挑战时 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将直接反映出我们的价值观和人生信念 这些困难往往会逼迫我们去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自己最重视的是什么 在这样的思考过程中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 还能够发现那些平日里被忽视的内在力量 当然困难也可能带来失败 而失败往往是我们最不愿面对的结果 然而是否所有的失败都意味着终点 还是说失败其实是另一种形式的成功 是我们在通往最终目标的路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历史上许多成功的人士 他们的人生中往往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 但这些失败并未摧毁他们 反而让他们变得更加坚强和有智慧 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该以同样的态度 来看待自己生命中的那些失败 这些失败是否正是命运在教导我们 如何在困难中找到真正的自我 最后困难和挑战 还能促进我们与他人之间的联系 在面对困难时 我们往往需要依靠他人的支持和帮助 这种依赖并不是软弱的表现 而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基本需求 通过在困难中互相扶持 我们能够建立起更加深厚和真挚的人际关系 这些关系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度过困境 还能让我们在面对未来的挑战时 拥有更强的信心和力量 成功 这个词语对每个人来说都意味着不同的东西 有些人将成功定义为财富的积累 有些人则将其视为达成个人理想祸祸的社会认可 不论我们如何定义成功 它往往被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之一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是否能够按照自己的计划 一步步顺利的达成成功 还是说成功其实需要在顺应命运和环境的变化中逐步寻找和实现 成功从来不是一条直线 当我们回顾那些被认为是成功人士的生平时 会发现他们的成功之路往往充满了曲折和转折 这些人并不是一开始就清楚自己会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而是在不断调整目标和方法的过程中 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成功之路 这样的过程是否让我们重新思考成功的本质 我们是否也应该放下对成功的执着 而更注重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如何顺应变化 并从中发现新的机会 成功往往与我们的期待有关 当我们设立一个目标时 通常会期待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达成它 然而 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常常超出我们的预料 使得我们最初的计划无法如愿以偿 这时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审视自己的期待 并根据现实的变化做出调整 这种调整是否意味着我们并非放弃原有的目标 而是以更灵活的方式 找到达成目标的新途径 在达成成功的过程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挑战和阻碍 这些挑战有时会让我们感到困惑 甚至怀疑自己的能力 然而 是否正是这些挑战 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 我们是否可以将这些挑战视为命运给我们的考验 而不是障碍 在面对挑战时 保持开放的心态 是否能让我们在逆境中找到新的契机 进而实现最初的目标 成功还涉及到我们对自己的认识 而忽略了过程中的体验和成长 当我们全力以赴追求成功时 是否也应该关注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经历 这些经历不仅丰富了我们的人生 还让我们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不断成长和进步 如果我们能够珍惜每一个过程中的挑战和机会 成功是否就不再仅仅是一个结果 而是整个过程中我们所获得的成长和智慧 成功还往往与他人的支持和合作密不可分 在现代社会中 孤立的个人很难实现真正的成功 我们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和合作 才能达成更大的目标 在这样的背景下 如何处理好与他人的关系 并在合作中寻找到共赢的机会 成为了我们达成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我们是否也应该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 更多的关注人际关系的质量 而不是仅仅专注于个人的成就 在这个充斥着复杂和压力的时代 简单生活已经不再仅仅是一种选择 而是一种需求 现代社会给我们带来了 前所未有的物质丰富和技术进步 但随之而来的 却是无休止的资讯轰炸 无穷无尽的物与追求 以及在这些追求中逐渐失去的内心平静 那么什么是简单生活 为什么它在今天显得如此重要 简单生活 首先是一种回归本质的态度 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 什么是真正重要的 什么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这个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 我们往往被不断更新的科技产品 和设施品所吸引 并且在追求这些歪在事物的过程中 逐渐迷失了自我 当我们的生活被无数的物品和选择填满时 我们是否还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满足和快乐 这样的生活 是否真的能带给我们持久的幸福感 事实上 许多人在追求物质的过程中 忽略了内心的需求 他们错误的将拥有更多物质财富 等同于获得更多幸福 却未曾意识到 真正的快乐往往来自于内心的平静 和对生活的满足 简单生活并不意味着放弃一切物质享受 而是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物质的依赖 学会在简单中找到生活的意义 回想一下 那些让你真正感到快乐的时刻 是否往往与物质无关 也许是与家人共度的温馨时光 或者是在大自然中静静感受风和阳光的温暖 这些简单而朴素的瞬间 往往能带给我们最深的满足感 那么 为什么不让这种简单成为生活的主旋律呢 简单生活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心灵的简单 当我们的内心充满各种复杂的情感和欲望时 我们很难感受到内在的平静 现代社会强调效率和竞争 这使得我们往往感到压力重重 无法放松心情 当我们过度关注外界的评价和期待时 我们的内心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难以找到真正的自我 这时简单生活的理念提醒我们 应该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执着 让心灵回归纯粹和简单 这种心灵的简单 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 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智慧 它要求我们在面对现实的种种挑战时 能够保持一颗平和的心 懂得分辨什么是真正值得追求的 什么是可以放下的 当我们的心灵不再被各种欲望所牵制时 我们才能够真正掌控自己的生活 并且从中获得内在的力量和平静 在这样的背景下 我们是否应该重新思考自己目前的生活方式 那些看似繁忙而充实的生活 是否真的符合我们的内心需求 那些无休止的工作和社交活动 是否让我们变得更加幸福 还是反而带来了更多的焦虑和压力 如果我们能够勇敢地放下一些不必要的负担 回归简单的生活 是否就能重新找回内心的平静和快乐 简单生活的价值还体现在我们对时间的管理上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时间往往成为最稀缺的资源 我们习惯于将时间花费在无数的任务和活动上 却很少停下来思考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投入时间的 简单生活提醒我们 时间应该用来做那些能够带来真正价值和快乐的事情 而不是被无数所事所占据 当我们学会了如何简化生活 如何将时间投入到最有意义的事情上 我们的人生将会变得更加丰富和有价值 在人生的旅途中 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挑战 困难和不可抗拒的变化 这些经历或许会带来痛苦 焦虑和不安 但它们同时也是我们成长和自我超越的契机 在这一过程中 顺势而行的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这种智慧要求我们接触现实的不可抗性 并在这种现实中找到平静和满足 成功并不是一条笔直的道路 它充满了曲折和挑战 我们需要学会在顺应变化的过程中 不断调整自己的目标和策略 并在这些挑战中寻找到新的机会和方向 同时简化生活的理念告诉我们 真正的幸福和满足并不来自于物质的积累和外在的成就 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平静和对生活本质的理解 总结来说 命运或许不可抵抗 但我们可以选择以智慧和勇气来面对它 并在顺势而行的过程中 找到属于自己的成功和幸福 通过这样的心态和生活方式 我们不仅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 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自我成长 过上一个更加充实和有意义的人生